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题 中央政府组织之总统与行政院 哈喽 各位同学大家好 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陈老师要来讲讲中央政府里面的总统与行政院 透过今天的课程 希望你能够清楚的了解总统的主要职权 以及行政院的主要内容 我国中央政府的组织跟职权 如果各位同学还记得上市老师有上过的课程的话 你应该记得中央政府的组织包含总统以及五院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总统的部分 总统的定位 他是国家的元首 对外代表中华民国 他的产生方式 从民国85年第九届开始 他就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了 候选人必须要年满40岁以上 而且任期4年 连选只能连任一次 选举采多数决原则 简单来说就是得票数最多的人当选 他的主要职权 一 统帅陆海空三军 二 依法公布法律发布命令 三 依法行使人事任命权以及提名权 四 经行政院会议之决议发布紧急命令 五 成立国家安全会议跟国家安全局 以决定国家安全大政方针等 六 被动解散立法院 当立法院通过行政院院长的不信任案时 总统得在行政院院长的陈请下 经立法院院长同意后被动解散国会 补充说明 刚刚我们有提到所谓的人事任命权 这里的人事任命是指他可以直接任命行政院长 而提名权的部分是指他可以对司法 考试 监察 三院长 以及副院长 还有大法官 监察委员 考试委员 审计长 以及最高检察署总长 做提名的动作 提完名之后必须要经过立法院同意 才能够上任 接下来我们讲讲紧急命令的发布流程 什么时候发布紧急命令呢 当国家遭遇紧急危难或应付财政经济上重大变故的时候 总统可以经行政院会议的决议 发布所谓的紧急命令 而他必须要在十天之内 交由立法院追认 确认是否可行 如果立法院追认同意过后 这个紧急命令就算有效 如果不承认 不同意 这个紧急命令就无效 就必须要立刻停止实施 以上是紧急命令的发布流程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 五院的第一个院 我们称之为行政院 行政院的定位是我国最高的行政机关 而产生方式 第一个行政院长我们叫做格魁 由总统直接任命 第二行政院副院长各部会首长 政务委员 台湾省政府主席及委员 台湾省资议会议长及议员 借由行政院长提名后 曾请总统任命 三政务官系统无任期限制 也就是做不好的话就必须要下台 至于行政院的职权 第一个 依法规划和执行政策与法律 负责国家政策规划与执行 他的职权包括内政外交股房 教育经济财政交通法务等事物 第二监督所属行政机关施政 三行政院必须要对立法院负责 也就是他有权利向立法院提出 施政方针与施政报告的责任 并且接受立法委员的质询 补充说明刚刚的复议权 当行政院无法接受立法院通过的 法律预算条约案时 可以承请总统和可 移请立法院复议 但若经办数立委维持原意时 行政院他必须接受立法院通过的案子 继续执行 曾请总统解散立法院的权利 是指立法院通过对行政院长的不信任案时 行政院院长必须要辞职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倒阁重组 但行政院长可以在同时 曾请总统解散立法院改选立委 来作为制衡的机制 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分权制衡说 行政院在西元2010年 立法院修正通过行政院的组织法时 把行政院的组织改成了14部 发挥三个独立机关 一行 一院 两种处 而新的架构也在 西元2012年1月1号分阶段辞职 目前你所看到的就是行政院组织改造的情况 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上行政院全球资讯网去看看 目前我们的所有的部会有哪一些 这是我们今天的课程 我们的课程就到此结束 希望陈老师的讲解对你有所帮助 我们下次再会啰 感谢伤渗